旅行讓人遠走他鄉 走過歷史上人類遷徙的旅途 修煉愛情的聲酸 這是林俊傑 愛真的需要勇氣 那是梁靜茹 還有孫燕之 炒歌 蔡基亞 戴佩妮弘明治 這些歌手大家都很熟悉 熟悉到有時候你會忘記他們其實不是台灣人 而是來自新加坡或馬來西亞 所謂的東南亞華人 到底華人為什麼離鄉背景 又在東南亞寫下什麼樣的故事呢 哼哼 一切的源頭就在東南亞 出發吧 跟著黑皮往東南飛來一趟探索之旅吧 各位旅客 預祝您在新加坡一切順心 抵達新加坡張宜機場 哇 不愧是機場兵街的長勝君 超漂亮的呀 還可以吃到娘惹高肉骨茶 海南雞飯辣椒螃蟹 這位先生你也克制一下 好啦 填飽肚子的確很重要 去使華人不為困難來到東南亞 就是為了吃飽活下去呀 其實華人的南籤歷史非常悠久 每當中國改朝換代 局勢動盪 老闆姓或是舊朝官員也會 東東東的往南邊各國跑 不管海進有沒有在進保命最要緊 早期移民幾乎都是男性 心態上多半只想撈一筆就散人 許多東南亞國家也限制家屬跟著來 導致當時的移民結構 男多女少很像台灣的羅漢角 急急把你沒有女朋友 到了19世紀中期 隨著西方殖民者 在東南亞急需新鮮的肝 加上亞變戰爭劈開中國大門 西方列強紛紛來中國招募人力 大規模移民潮 風硬節出 光是馬來半島 19世紀就來了至少500萬的華人 好多人啊 是說那麼長的時間 來了那麼多的華人 在當地自然也就留下了許多痕跡 像在許多大城市都可以看到的唐人街 新加坡的唐人街就在牛車水 有好吃的海南雞飯 不用懷疑 海南雞飯就是海南島的華人 移民帶進來的美食 黃明志的阿公也是其中之一 他還曾經寫下一首海南勞蛇來講阿公的故事 而為了凝聚相信力 方便互相照應 華人移民也會在當地建造中心 祠堂或是會館 新加坡的印和館 就是廣東的客家移民建造地 而更早期的移民 在造對象的時候 當然希望能和自己人結婚 但人在異鄉難免動了真情 或是為了經濟考量而CCR 而就是跨文化浪漫以下 因此八八娘惹就出現了 他們是華人和當地人的後代 男的稱作八八 女的叫作娘惹 在馬來半島的八八娘惹 他們說在地語言或是八八方言 即使不懂漢字 過年的時候還是要貼春年拜祖先 傳統娘惹穿著繡有中國龍鳳圖騰的 馬來薄砂和沙龍 搭配西方圖案的繡珠鞋 這種Fusion Style 可不是人人都撐得起來呀 除此之外講到娘惹 文化更不能忘記 綜合在地香料於中華料理 常用食材的娘惹美食 以及各種繽紛的娘惹工 我怎麼猜得到一隻手 居然有那麼多口水 除了剛才提到的華人 與當地人日久深情 變得更加融入之外 各國政府在不同時期的移民政策 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例如泰國 在二十世紀初期就放寬了移民入籍的規定 加上歷史與信仰相近的影響 讓太華較早開始對於當地產生認同 而印尼因為獨立後政局不穩 才較強硬的童話政策 要求華人改名換姓 禁止華語和華人習俗 使得移民元鄉文化就像斷了得選 不過隨著政權轉移 印尼也已經刺銷相關法令 前幾年還吹起中文刃啊 旅程走到這邊突然一陣感傷 東南亞華人的心境轉變 跟搬家有點類似 剛到新的地方 難免會覺得怪怪沒安全感 總是想著舊家 政治和文化認同上偏向原鄉的母國 另外無論是移民或當地人 面對不同文化的衝擊 也容易產生摩擦 排華事件也就隨即發生 這其中又參雜著歷史、政治、階級 和經濟等等的因素 各從前不斷理還亂 造成歷史上的種種畏懼 但時間一拉長 日久他鄉變故鄉 原本對華人的文化認同 會加入當地色彩 政治認同也更靠近所在的地方 更別提今天大部分的東南亞華人 幾乎都是東南亞土生土長 竹捕碩的原鄉從沒見過 當他們千里迢迢到台灣念書或打拼 我們不理解人家的生長背景與認同 只是單看到華人的臉孔 就興奮地高喊 歡迎回家 這個…為什麼你家得是我家呢 認同有多複雜 相信身在台灣的我們都能感到身受 更應該學習彼此尊重 而不是自以為高人一等 去摩擦別人的認同喔 說到這裡明信片也寫好囉 下次又要去哪座城市探險呢 跟著黑皮繼續東南飛吧